好,我們現在是狀況假設題 現在有一天,因為我們剛好因應時事 你知道路上遇到不幸事件,然後你失去了雙手 那現在你沒有辦法刺青你了,你會幹什麼? 賣口香糖啊 OK 我想知道,賣口香糖 不然你還能幹嗎? 我不知道,如果我斷手的話 我可以當口廚畫家 沒有,我覺得我會用殘障的意思騙死鬼改 那跟賣口香糖有什麼不一樣? 沒有沒有沒有,我會更嚇人 有跟女生講,我就是從小沒有熟 沒有機會體會胸部的觸感 所以你讓我添乳看 你一定不會成功 受不定我 一定不會成功 我叫貂糖 我來中立這邊開店開了10年 今年辦是第11年 一般來講,第一點就是 那個客人一定要誰給我錢 我才會做 再來就是要依照客人的想法 然後幫他下去做設計 一般來講 我們都要先去研究一下 這個人物的背景 他的背景資料 他要怎麼固執 然後我們再依照這些東西下去做設計 市民場議的發展是 越來越活絡 因為很多新的市民資加入 而且在風格上會比以前來得多很多 競爭大才是好事 這樣才會刺激這些做比較久的師傅 這樣才會進步 如果那個師傅沒有進步就變倒塞 老怪就沒有價值 接下來目標有三點 第一點賺很多錢 第二點賺很多錢 第三點才是賺很多錢 我覺得就是希望和我的夥伴們 能夠過一個好的生活 希望他們在刺激的技術上更加的精進 因為你唯有刺激的精進 才有辦法接到更多的客人 這樣才有辦法賺更多 這裡面我們這邊有很多動物 跟貝類的東西 你說像拿阿 西翼 還有一個 蒼虹 還有一個 陸貝 還有一個 瓜地馬拉的朋友 我們的方式就是希望說 也可以跟更多的 不同業界的人合作 那人間裡面也會增加一些 像國外的自信師 來這邊住店 做個交流 那也讓台灣的消費者 有不同的選項 因為我太帥了 我怕很多妹妹會喜歡我 所以我不能露臉 如果要找我的話 請打這支電話 那邊有爬馬燈 那是要找我 所以你沒辦法 現在把這個給露臉 要跟你開玩笑 因為以前就是 有跟其他的師傅和我開過店 然後後來因為理念不合 所以我就日行出來創業 我是甄莉刺心為了貂政 AKACE 歡迎收看一百塊TV 這個行業 其實也是陰錯陽差加入這個行業 因為其實當初 我也只是一個打工的心態 然後來到這家店 就畢業想要找個類似的行業 那有人介紹我來這邊 我當初也是覺得 好像 對這個行業不了解 也完全完全不了解 那因為我當初做設計 所以 到這邊我一直覺得很有趣 然後 一開始就覺得說 只是畫圖 這樣子 然後後面 到 可能做了一點多吧 就覺得 這東西越來越有趣 然後 覺得好奇心越來越重 所以慢慢的 越來越想要了解這個 這個行業 這樣子 手上司機是給我師傅雕唱次的 那 就是兩邊七分秀可以撐掉上司 下幹節的話 我們就是 就去展覽之後收集而來的 這樣子 因為其實我的客人比較偏向 做 比較 對 比較中型的圖案 那我是覺得說 如果 每一個店家 每一個人都可以好好的 經營自己 在作品 或者是自己的店家的話 我相信會好 對對對 反正你在做什麼事情 就是專精在做什麼事情 那就好 OK啊 這是好事啊 因為其實 多一家 那大家多一個選擇 那消費者也很 7-11那麼多 還是一樣過人太多 這樣子 達成夢想 或目標的話 目前為止 有短期 製作跟在晉級點 會瘋狂的觸摸 當然 然後去看一下 那 就是知道100%很久了 而且滿場的 偶爾會被人拍到這樣子 所以 像上次的草地圖鴉 也是我來講這樣子 就是 雖然合作很久 也認識很久 裡面都是一些好朋友 那 我覺得 看他們壯大 越來越好 因為我覺得他們現在拍的 都是越來越 質感上面也越來越提升 我覺得 非常開心 上次我也很有開心 這樣子 大家好 我是達拉 我的梗就是沒有梗 不好意思 100%TV 大家好 我叫拉 然後我的刺青名叫刁尼 然後現在在 雕昌加真麗刺青 我現在在 雕昌加真麗刺青 雕昌 雕昌 沒有改成真麗 但是是雕昌加真麗刺青 因為以前只有昌哥一個人 所以那時候是雕昌 雕在日本是 雕是漢字 雕是漢字 但是在日本 他們 比較比我們早使用這個字 來形容刺青這件事情 所以叫刁什麼刁什麼 然後我們有次 日式傳統刺青 就會使用到刁這個字 譬如說叫刁翼 傳統刺青 是刁翼這樣 你也可以取一些英文的名字 聽起來 有些人會覺得很酷 例如說 Cannon 你恐怖的 你恐怖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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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之所以改成真麗刺青 就是因為 也沒有改啦 只是因為人就越來越多了 就取一個比較大 大家共用的名字這樣 沒有靈感的時候 睡覺啊 看電視啊 看卡通 即是你的皮特斯動畫 老皮有幹嘛 老皮我沒看到 大家都在看 最近我就看那個 最近沒有看卡通 我最近看那個 冰淇火之格 全力遊戲第四集 只有每個禮拜日 晚上九點 大家就是收看 我聽說那一部都會露點 沒有 HP又不會露點 你要到那個 什麼 雞加尼神 對對對 全部講 有跟我們講 我們告訴你 那講不要再問你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這次的專題影片 那 據我所知呢 每次我們100%TV結束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小禮物 正獎活動 這以下的三幅作品 都是我們便裡準備出來 要送給大家的小禮物 那要怎麼樣獲得這個禮物呢 第一 我們必須去 100%TV還有 雕倉加珍莉刺青屋的 粉絲團裡面按讚 這是一定要的 如果你已經按讚就算 那第二的話呢 就是分享這個影片 在你的粉絲專頁 或者是你的個人專頁上面 並且點選為公開 這樣子就沒有問題了 第三個動作就是 在底下留言 我愛 100%TV 成 標倉加珍莉刺青屋 即可獲得抽獎資格 只是資格而已喔 所以 祝你 好運 加油 Yeah 下課 啊 無 還沒完 拜拜 有